這個我應該蠻好把握的 可是你真的待的是監獄嗎 還是只是一個開手所 我待過三個不同的好不好 所以我對這題應該蠻好把握的 國外的監獄跟台灣不真的一樣 台灣的我是沒進去過 是不知道的 美國的我是很懂 你沒進去太可惜了會不會 不會 我覺得還是不要去會比較好 能人家商表演藝術科技 還沒畢業 就讀中吧 畢業啊 畢業了喔 對對對 高中畢業 那大學已經有著落了 差不多 經營YouTuber之外的也經營手搖營 對 最近才剛開這樣子 好玩嗎 還滿滿不錯的啊 就是你就是從零開始體驗一下 什麼叫做當老闆 還有處理一些很多問題啊 我覺得 很好的經驗這樣 請加油 沒問題 來看一下你量身打造的題目 你有四分鐘的時間 會比較緊張一點 好不好 好 來 請公布他的這道題目 量身打造客製化的內容 第一 重量級要注意 你是宣傳電影重鞋 左董調飲料 他創了一個創業飲料店 員工守則 第一條就是要叫他左董 最夯健身法 喜歡健身重訓 監獄所建文 自稱是監獄型的YouTuber 偶像 阿諾航情假 偶像就是阿諾斯華選手 對 經典美式動漫 你可以蒐集一些動漫公仔 什麼的 會嗎 猛獸也當兵 喜歡大型動物 還有你也是個軍事迷 沙翁知名喜劇 在學校演過沙翁明劇 我們從哪邊開始 我先試試看最夯健身法好了 最夯健身法 剛好是我 這個是在美國念高中的時候 培養出來的習慣 沒有 其實我去美國之前 就有在練這樣 只有很多人不知道而已這樣 為什麼想練 就因為我覺得自己好像 也沒有什麼特別會的專長什麼 就想要去發掘一個這樣 剛好就接觸到健身 就滿喜歡的 很有成就感 而且是一個 因為看不到自己的改變 看不到自己的改變 而且很簡單 只要你願意堅持下去 誰都做得到 最夯健身法 請助理 根據美國運動醫學會調查 下列何者是2019年 全球最受歡迎的健身運動 A 拳擊有氧訓練 BTRX懸吊訓練 C 穿戴式科技訓練 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是 穿戴式科技訓練 C請鎖定 什麼叫穿戴式的科技訓練 我也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剛好在2019的時候 其實我IG常常會有人私訊我說 要不要來體驗什麼 我們什麼的 什麼很像類似這樣 穿戴式的訓練這樣 然後就跳出來很多這樣 雖然我自己是 沒有做過穿戴式科技訓練 只是我發現 最近好像滿流行這個東西這樣 是紅繩那個嗎 它就好像黏很多 還要穿什麼特殊的衣服之類的這樣 穿戴式你訂過沒有 請介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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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試試看監獄所建文 好不好 監獄所建文 這個我應該滿好把握的這樣 可是你真的待得是監獄嗎 還是只是一個開手所而已吧 待過三個不同的好不好 三個不同的監獄這樣子 所以我對這題應該滿好把握的 對 國外的監獄跟台灣不見得一樣 台灣的我是沒進去過是不知道的 美國的我是很懂 對啊 生育師 掌育師 沒進去太可惜了 會不會 不會 不會 我覺得還是不要去位比較好 並不是說去是好事情 請處理 根據美國監獄囚犯的統計 哪樣東西是監獄最熱門商品 常被用來交換其他的服務 堪勝是監獄最強貨幣 A 香菸 B 衛生紙 C 泡麵 我的答案是C 泡麵 請鎖定 美國耶 對啊 美國也是泡麵啊 Soupes 這個超簡單耶 這個應該 就是秒答題那種耶 對啊 我可以分析給你聽好不好 香菸 香菸第一個 香菸其實根本在監獄裡面 是非常難找的東西 你要反而要找別人 把它走私進來這樣 因為一般美國的監獄 它不會直接賣你香菸這樣子 香菸反而是很貴 所以香菸要盡大量的話 它不 它雖然很稀有 但它不是 就是很通用的東西這樣子 它反而要別人走私進來 衛生紙 衛生紙 它是每天都免費發給你 它更不可能用得當作貨幣啊 泡麵才是大家常常用得到 可是你又要去實際上購買 而且又不會太難取得的東西這樣 泡麵其實才是最有用的這樣 最常用的貨幣 可是 它們不是有公三餐 難道吃不飽 難道吃不飽 你以為它會讓我餵飽 就只能吃泡麵 而且它們的泡麵都叫Soups 就是假裝我今天 我想要什麼東西嘛對不對 假裝 我今天希望你可以 幫我刺個青什麼樣之類的 對不對 然後你可能就跟我說 Yo man give me two soups man Or ten soups 就是我們會直接說 給我十個泡麵這樣 然後當作交易這樣 對 真的 大家都用那個泡麵 互相交易耶 要囤一堆 有些人可能在自己房間 幾百個泡麵這樣子 然後大家說 你剛剛有語助數 來發一下 對 可以自動消音嗎 不好意思 我語助數跑出來這樣 突然太街頭style這樣 我真的長見識了耶 對 大家都用泡麵啊什麼的 那是最基本的貨幣這樣 泡麵可是有熱水嗎 可以可以可以 它會提供熱水可以用這樣 有些人甚至會直接拿 那個 你是美國監獄的導遊是不是 真的 真的 其實 我自己YouTube的頻道 就有在介紹這類的東西這樣 OK 好 好 泡麵 請揭曉 他們也吃泡麵 真的耶 太容易了 太輕鬆了 可是他是吃日本人 是台灣的 他要吃美國的泡麵這樣子 好 我要告訴大家 是能切在監獄裡頭 當然就不可能用貨幣了喔 所以又回饋到了 以物易物的社會 那過去我們的電影裡頭 不管是刺激1995 還是監獄風雲 應該認起來 通用貨幣不是香煙最熱門嗎 但是上到了這幾年 泡麵已經取代了香煙的地位 因為在監獄裡頭 東西活食實在是很難吃 有時候可能三餐裡頭 兩頓是熱飯 一頓是冷飯 那熱量不足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想吃熱食 所以泡麵就變得特別的搶手 甚至還有一位在監獄裡頭 當了很久的囚犯喔 他出來以後呢 還寫過了一個 監獄鐵 監獄泡麵 鐵窗背後的食譜與故事 告訴大家 在美國監獄裡頭 泡麵有多搶手 對 泡麵只是有點像原 就是原料 然後你要用監獄其他素材 再混在一起 還是真正的監獄料理這樣 就像韓國的部隊菇嘛 對 韓國部隊都很像 其實監獄料理很多都是用那個 熱色袋直接做的 監獄料理 是 感覺可以開一個 不是 你做了一本書 這本監獄料理書 請供大家參考這樣子 猛的還直接做蛋糕給你吃 你知道嗎 太強了吧 直接現成巧克力蛋糕 謝謝 我們不再聊這個東西了 謝謝 回到我們的題目上面 來 你意外就在巷子口了 經典美式動漫好了 你怎麼不宣傳一下 你這重量級 你這重鞋 你怎麼不宣 選一下那個 我太興奮 我都忘記要宣傳電影 宣傳電影公司不要罵人 你這樣叫我情何以堪啊 我努力把這一集答對 我下一集就選重量級好不好 要換可以換啊 要不要換 沒關係 我有信心 對自己有信心 美式動漫可以啊 我勸你還是換啊 今年美式動漫 今年美式動漫 出題 美國漫畫中的主角 加菲貓最喜歡吃的食物是什麼呢 黑漢堡 黑披薩 C千層麵 我的答案是C 千層麵 請說你 這算不算送分題 我覺得是 我剛好很以前小時候 很喜歡看加菲貓的電影一樣 對不對 來 直接揭曉了 好 恭喜 厲害